和弦轉換 現在來說明和弦轉換的方法 如果你是剛開始學吉他 連和弦怎麼按都還不會的話 這支影片幫不到你的忙 這支影片對應到的是 你已經會按了和弦了 但是在彈一些歌的時候 你會發現轉換沒有辦法那麼快 所以導致你彈的時候 歌就會走走停停的 不流暢 那今天這支影片是要針對這樣子的問題來做解決 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先要了解和弦轉換的機制是什麼 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會看一些譜 或者是一些圖上面會有和弦的按法 根據這個按法 會在吉他上面找到那個位置 按下去 然後右手在彈奏 所以一共經歷了三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從圖上面了解到和弦怎麼按 然後參考這個圖 第二個步驟是對應到你的吉他上面 第三才是八珠聲音 這個流程在走得比較順了之後 你可能可以省略掉這個圖形的這個部分 因為圖形已經記在你的腦海裡面了 但是這樣子彈奏還是會卡卡的 彈一個和弦可以 但是彈兩個三個要串連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比較卡 我來說明一下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你在按和弦的時候 還是會用視覺來引導 也就是說你的手並不記得要怎麼按 你是透過眼睛看著你的吉他指板 然後用你的大腦去命令你的手 要放在哪個位置上面 這個機制花了太多的時間了 那怎麼解決呢 我的建議方式是你要把和弦的按法 練到變成肌肉記憶的程度 什麼是肌肉記憶 例如你在玩剪刀、石頭、布的時候 出剪刀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需要看著你的手 然後伸出你的食指、中指 然後把其他手指頭收起來 你會發現你都不需要看著你的手指 去命令你的手該怎麼動 因為你的手對於這些姿勢 這些動作已經進入肌肉記憶的狀態了 我們要去練習按和弦 把它進入肌肉記憶的狀態 這樣你才有辦法讓和弦換得比較快 接下來我要介紹肌肉記憶的方法 首先當然就是把和弦按得正確 這件事情還是需要透過你的視覺來輔助 當我把動作放對了以後 接下來第二件事情就是 眼睛不要看你的手 第三件事情就是 只憑你的手的動作 去感覺我的整個手指的 整個手的這個姿勢 是什麼樣的狀態 這個練習在一開始會非常的模糊 第四個階段就是 把你的手放開 然後馬上再回到剛剛記憶中的那個姿勢 你可能不知道你按的是對的還是錯的 這時候再用你的視線來觀察 來檢查一下你有沒有按錯了 然後去移動你覺得錯的那些手指 去感受這個正確的版本跟錯誤的版本之間 你的細微的動作的差異 去修正它 然後再來把你的視覺再移開一次 就回來第一個步驟了 然後再記憶一次 重新體會一下 剛剛那個細微的差異 然後再放開 然後再按一次 關鍵都是在於 讓這個一開始有點模糊的印象 越來越具體 慢慢的你就可以 憑肌肉記憶去記住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個 和弦正確的按好了 這個練習方式 一開始會覺得有點累 甚至有點挫折感 但是整體練下來你會發現 把每個和弦練好 以及串連起來的時間 事實上比你一直靠視覺這樣苦練來的有用 等到你把你要練的這幾個和弦 都進入肌肉記憶的狀態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彈奏的時候 轉換得比較順暢一點